虽然寒假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而延后开学日期 不过南宇野游国校老师在寒假不休息 野游国校校长带领老师到台东阮山部落 以及南王国校交流教学经验 在南王花华实验小学里面做一个课程的交流 所以他们也介绍他们学校的课程的特色 以及他们与社区的一些连结 在他们宏校长的带领之下 让整个学校能够社区化 那其中也让当地的南王部落的年轻人 也能够跟学校一起做协作的方式 能够让孩子们也能够回到部落里面去学习 也有国小校长进一步说明 兰以湘也有国小去年通过民主实验教育计划 课程主要是根据兰语传统业力的文化记忆来设计 融入导物传统知识以及部落族人合作教学传誉 让学生从小学习雅美导物文化 同时也培养老师在教导学生拥有近山爱海的胸怀大字时 能够有武化高度的视野和对山海的传统智慧 原来是新闻小媒体大圣台东南语采访报导